好久没有吃火锅了 想念咱们大中国的美食了 小焦 今天火锅真好吃 今天不忙 天气稍微点冷 做点火锅吃 好久没有吃火锅了 想念咱们大中国的美食了 不嫌从国内已经回来 有两个多月了吧 你看多快 已经整理好了 来吧 给朋友们看一看 鸳鸯火锅 这边是辣的 然后这边是羊排 这边就比较清淡一些 可以喝汤 然后这儿有虾 还有这个安格斯的牛肉片 然后还有牛肉丸子 生菜 这个宽粉条 还有萝卜 西朗花 西朗花你也女婿很喜欢 还有香菜 还有豆腐 怎么样感觉 已经流口水了是不是 打点蒜泥 调点那个酱汁 还炖煮的燕窝 看看 哎呀 晶莹剔透的 每天喝上一杯燕窝 这女人啊特别好 特别是对皮肤啊 抵抗力啊 方方面面 真的燕窝的好处太多了 我们的dinner开始了 看看 我们的火锅 咕嘟咕嘟 开始了 天气冷了就是要吃点火锅 暖身 羊肉也是暖的 你刚才说舅舅的好吃是吗 嗯 但是你的也好吃 舅舅你的后锅真好吃 你的后锅真好吃 我没认识听了 还是听过你 是 那时候天天聚会 家里 几十个人 几个十个人 是吧 那也是你喜欢 喜欢热闹那个时候 那时候在那后院喝酒 然后烤火 放着音乐 那后院大嘛 还有个小河 所以就舒服一点 这边呢 你看它有局限性啊 因为有那个围栏嘛 对 再跟我两个朋友 聊我们以前在家 那时候经常组织开party 都是开一次party 几十个人 妻子和老公 都是成方成对的 那时候都是东北家 对 哎呀那个时候 天天就是吃吃吃喝喝喝玩玩 那时候没事嘛 在家什么事没有 反正是一般都是凌晨才能结束 两三点 帮我们先吃 吃完再跟你们聊 给朋友也送走了 吃晚饭聊会天 然后呢 给他们送走以后 我又忙了一会工作 这忙完之后又去洗洗 收拾收拾 那三个人已经 见周爷爷来去 你看现在都12年了 我每天差不多都是这个点 可能有的时候憋着晚一些 给你们聊几毛钱的 我那俩朋友我们认识很多年了 有八年最少 因为那个时候我那个朋友到儿子才六个月 安森林那个时候三岁或者三岁多一点 看现在安森林到下个月都12岁了 多快 时光如实啊 真的是 安指一挥金啊 是不是 就是满满的回忆 我们吃饭的时候还在聊起以前那时候多疯狂 经常来我家开party 你们知道我以前住的那个老家哈 以前那个房子 那个后院就比较大一些嘛 比较空旷就有条小河 隐秘性比较强 然后呢 那个时候就是也没有 还没有Persephone 还没有女儿那个时候 大致就是在2016年之前那几年 全职 在家也没事情做 天天干啥呀 一到周末哈 都邀请一大帮朋友过来 然后喝酒 勾货 聊天 爷爷奶奶也来 真是翻翻朋友圈哈 满满的回忆 那个时候还没有做自媒体 所以呢 那时候就是发发15秒的短视频 在朋友圈或者翻个照片 哎 你回头翻过去 真的 那种感觉哈 很好 但是比起现在这样的 做自媒体可以发长视频 可能又差一些感觉 因为这样可以把很多片段 组合到一起 你什么时候去翻了 看一些视频哈 那个回忆 可能看到那个视频的时候 更能体现出当时的那种场景 所以想一想很美好哈 然后跟你们相识 你看都四年了 2019年到现在四年了 多快 所以很感谢这个网络的时代 拉近了我 跟你们之间的距离 是不是 也有好多线上的朋友 转到线下都成了好姐妹 所以安闲很幸运 认识了你们 真的 这是我的真心话 最起码在那最艰难的四年 口罩事件 是你们陪我度过了的 艰难的四年 要不然我真的在家 都像疯了一样 这就是缘分的 然后你们和我 在一个频道上 你们能看懂我 理解我 陪伴我 支持我 所以到今天 很感谢 真的 有你们 虽然在美国的生活 有时候会有些无聊 但是呢 会发视频给你们聊天 偶尔呢 还会叫上一两个知己 然后过来陪陪我 或者我去他们家 人生嘛 就是这回事 是吧 想办法让自己的生活过好 然后呢 在闲鱼的时候 约上一两个好友 是吧 没事了 我又可以回国 跟你们见见面 多好啊 又有一份属于 自己的事业 对吧 很好 我很满足 好了 不说了 再说等一会儿 兴奋了 睡不着了 12点多了 对了 忘了告诉你们 咱的燕窝双十一活动来了 你们去安闲的主页橱窗里 去找 有代糖燕窝 冰糖燕窝 根据你们自己的需求 去下单就行 好 你们开心快乐每一天 感恩你们的陪伴 好了 拜拜